台湾小百科 请台湾文史专家庄永明老师告诉您 这一书宴其实在台湾的一个社会中 它流传了相当久的一个时间 那当然我们也有时空背景去探讨这个画的时候 其实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一个解读 我们相信在所谓的书法 它永远没有办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仲裁角色的话 这句话我想还是会被引用上去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一个司法当然是一个民众所信赖的 最后的一个法律的一个仲裁单位 尤其是在很不喜欢兴奏的这些台湾人的身上 他们当然会觉得说 司法的判见是最后的一个公道的一个防线 但是有时候判决下来会让他们失望的 因为他们所谓的社会公益没有办法 因此而彰显出来的时候 他们当然会对所谓的一个执政者产生的一个怀疑 那当然执政者所谓的反应就是说 他们会觉得很多司法制度会有所谓的不公 其实这个话它流传很久 比如说他在清朝那个年代 那这句话就开始有人在谈论 那当然是在所谓的那个专制社会的那个年代 其实姓老爷他一般拍定的那种判决 就是一个不能动憾的一个决定 那这样子当然会引起很多的一个迷运 那到后续日本统治的年代 那当然在所谓的一个警察国家自台的那个年代里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司务法的这种不公正的一个存在 那当然今天我们讲从国民政府的一个统治一直到现在 那当然有很多的判例 我们也看到了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根据所谓的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 那当然我们也应该要了解一点 就是社会制度真的要不断的一个改革跟革新 那我们当然一直期望说这样的一个话语 不应该再让它存在 因为这样的一个话语它会存在 就是一定有一种时空历史的一个背景在里面 那如果这个话一直这样传统下来 那变成一个他人的一个口头禅 那这样等于是一个相当无奈 而且是一个是相当讽刺的 因为我们坦白讲 所谓的一个民主的一个目的 当然是人民作子 但是人民作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件 还是要有一个法制的一个约束 那这个法制是要所谓的公平 要有正义 那如果今天这个话能够再存在的话 我们也觉得说 这个就是要有一种司法改革的一种现象 然后大家有一个共识以后 然后大家去相信司法 以后司法能够取得到一个公正的一个防线以后 我想这个话就会变成一个历史的一个延迟 那我们是希望这个话会变成一个历史延迟 不然就是说有钱人就可以决定一切了 那弱势的一个团体永远变成一个弱势者 所以我们总觉得一个公正一个公义的一个思维 其实倒是从这些传下来一个话 其实我们坦白讲 这个话是一个反共的话 那这种话我们也觉得 不应该让他继续存在这个社会上 听众朋友 台湾所言不及破息不及破戏 有钱判生 没有钱就要被判死 是古代人对贪官污吏横行霸道的无奈心语 在强调司法公正的现在 我们当然希望法界能够努力的扬青鸡拙 这样这个社会才有希望 等会五分钟 认识台湾真轻松 台湾小百科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